两个调友 原作者莫伯桑 原艺者胡适 普法之战巴黎围城之中 早已决凉了 连林中的飞鸟沟里的老鼠 也渐渐稀少了 城中的人到了这部田地 只好有什么便吃什么 还有些人净什么都没得吃 1871年一月间 有一天天气很好 街上来了一人 叫做玛丽莎 这人是做终表生意的 如今战乱时代 生意也没有了 这一天走出来散步 两手放在裤带里 肚子里空空的 正走得没去的时候 忽然抬头遇到一个钓鱼的老朋友 名叫苏活的 开战之前 玛丽莎每到礼拜日早晨 便会去钓鱼 手里拿着钓杆 搭火车到格笼 慢慢走到马浪岛 到了那里 便坐下钓鱼 有时一直钓到天黑 才回巴黎 每回他来的时候 在这里常会遇到 这位又矮又胖在诺丹街上 开一个小店的苏活先生 这两个人都是钓迷 常常同坐在一块地方 手里拿着钓杆 两脚悬在水面上 不多几时 两人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 有时他们两人来到这里 整天都不交谈 但是他两人同心同调 不用开口也能相知了 春天到了 早上十点钟的时候 阳光照在水面上 升起一片薄雾 照在两人背上 暖洋洋的 玛丽莎往往对苏活说 这里真好啊 苏活也回答 再好也没有了 这聊聊几句话就够了 不用再多说了 这一天 这两个钓友在路上相遇 握着手不放 觉得在这个时候相遇 心中很难过 苏活叹一口气低声说 这种日子很难过呀 玛丽莎摇摇头 可不是吗 今天是今年第一个晴天呢 这一天的天气真好 天上一片云也没有 万里蓝天 真正可爱 这两个朋友 一边走一边想 忽然玛丽莎说 现在鱼是钓不成了 以前的那种快乐 也没有了 苏活说 不知道几时 我们才能再去钓鱼呢 说到这里 两人走进一家小酒店 喝了一杯酒解闷 喝完了出来 还是一起散步 忽然 玛丽莎停住脚步 问苏活 我们再喝些酒吧 苏活说 随你的意 于是 两人又找了一家酒店 再喝了些酒 喝过了出门 两人的脚步 便有些不稳了 原来他们的肚子 都是空空的 空腹喝酒 更容易发作 到了外面 被冷风一吹 醉得更厉害了 走了一会 苏活忽然停住脚步 问玛丽莎 我们再去 你说好吗 玛丽莎问 去哪里 苏活说 钓鱼去 玛丽莎问 去哪里钓呢 苏活说 到我们的老地方去 法国的守兵 住房在格隆附近 带兵的杜木能 中尉我很熟 他一定会 放我们出去的 玛丽莎听了 很高兴 妙极了 我一定来 两人约好了 各自回家 去取了吊杆吊线 不到一小时 两人同行出城 不多一回到了 杜木能 中尉住房的地方 中尉听了 两人的要求 笑着允许了 并给了 两人出入的口令 他们离开 法国守兵的房地 穿过格隆 走进塞恩河边 许多葡萄园的外边 那时已经是 十一点钟了 前面便是 阿阳泰村 望过去 好像很久 没有人烟了 在前面便是 沃曼港和散乱港 两座高港 俯瞰全境 底下一片平原 空无一物 只见灰黑的土地 和光秃秃的樱桃树 苏活手指高港说 那上面便是 普鲁士君了 两人看着荒废的乡村 心中很不好过 他们虽不曾见过 普鲁士君 但这几个月以来 巴黎人心中 谁没有个普鲁士君 到处杀戮抢掠的阴影呢 这两个朋友走到这里 心里又恨又怕 玛丽莎开口说 我们要是碰到 普鲁士君 该如何是好 苏活笑答 我们送他们几条鱼 就是了 嘴里虽然这样说 他们两个却没有胆子 贸然前进 这里四下寂静 无声无息 让人很害怕 后来还是苏活说了 来吧 我们都已经到了这里 小心就是了 两人躲在葡萄园里 弯着腰 在葡萄藤下走着 过了葡萄园 还要穿过一片空地 才会到达河岸 两人飞跑过了这块空地 到了岸边 躲在芦苇里面 玛丽莎把耳朵贴在地上 仔细听附近 有没有脚步声响 听了一会 听不出什么 料想 这里是没有人的了 两人这才放心 动手钓鱼 他们所在的位置 前面有马浪岛挡住 对岸的人看不见他们 岛上有一个饭店 门也关着 很像好几年 没人来过的样子 苏活先钓到鱼 玛丽莎随后也钓到了 两人接连钓上了许多鱼 他们把鱼都装在网袋里 高兴得了不得 那太阳的光线 正照在两人背脊上 两人都出了神 只顾钓鱼 别的什么事都不管 忽然轰的一声 地动山摇 原来敌军又开炮了 玛丽莎回头一看 望见左边岸上一阵白烟 从瓦勒宁山上冲出来 一煞时第二波又响了 过了几秒钟又是一炮 从此以后 那山上接连发炮 硝烟慢慢地飞入空中 浮在山顶上 像云一般 苏活把两煎一耸 对他朋友说 他们又动手了 玛丽莎气愤愤地说 人杀人杀到这样 岂不是疯子吗 苏活说 这些人真是禽兽不如了 玛丽莎刚钓上一条小鱼 一面取鱼 一面说 只要一天有政府 就一天会有这些事 想起来真可恨 苏活说 要是民主政府 绝不至于向普鲁士宣战了 玛丽莎接着说 君主的政府便有国外的战争 民主的政府便有国内的战争 无论如何也免不掉的 两人越说越有兴致了 就议论起政府来了 聊了一回 两人都承认 人生无论如何也不能自由 那时 瓦勒宁山上的炮声不停地响 也不知摧毁了多少房屋 也不知炸死了多少生命 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梦想 也不知毁坏了多少人的快乐幸福 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父母妻女的心肝 苏活叹口气 人生不过如此 玛丽莎说 不如说死也不过如此 两人话还没说完 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响 急忙回头看 四个高大有胡子的士兵 衣服都像巴黎的马夫一般 头上戴着平顶小帽 四个士兵用枪指着这两个吊客 两人吓了一跳 手一松 吊杆都吊下水去了 不到几秒钟 两个人都被绑起来 普鲁士兵用小船 把他们载到马浪岛上 原来岛上那间饭店里面 埋伏着二十多个普鲁士兵 队长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大汉 他坐在椅子上 嘴里叼着一根长烟斗 会说很流利的法国话 他对玛丽莎和苏活说 你们两位今天钓鱼的运气不坏吗 那时一个士兵便把他们两人 钓的一网鱼放在他的脚下 那队长看了微笑说 倒也不坏 不过让我们先谈别的事 你们两人不要害怕 听我说 依我看来 你两人是奸细 派来打听我的行动的 如今被我抓到 不用说该枪毙 你们假装钓鱼 想骗我 好狡猾 如今栽在我手里 别想活命 这是战时常有的事 免不得的 那队长说到这里 忽然换了口气 但是你们既然经过 守兵的房地来到这里 一定有口令才能回去 你们把口令告诉了我吧 我便放你们回去 玛丽莎和苏活面如土色 站在一块不做一声 队长接着说 你们告诉了我 谁也不会知道 你们平平安安回家去 谁疑心你们泄露了消息呢 你们要是不肯说 我立刻枪毙你们 你们自己打算吧 两人还是不开口 对长手指着河水说 你们想想看 五分钟之内 我要把你们沉到河底去了 五分钟 我想你们总有些亲人吧 那时 瓦勒宁山上的炮声 正响得厉害 玛丽莎和苏活 站在那里一直没有开口 队长回过头来 用德国划发一个号令 他自己把椅子一拉 退后了几步 十二个士兵拿着枪走到 距离两人二十步站住 队长大喊 我献你们一分钟 绝不宽限 他走到他们身旁 把玛丽莎拉到一边 低声说 你告诉我那口令吧 你的朋友不会知道的 你说了我假装怪你不肯说 玛丽莎不开口 队长又把苏活拉到另一边 同样地劝他 苏活也不开口 两个人又被推回原处 队长下一个号令 那十二个士兵举起枪来 这时 玛丽莎忽然看见地上那一网的鱼 在日光照耀下 那些鱼个个都闪着荧光 玛丽莎心头一软 眼泪盈眶 她勉强开口 苏活哥再会了 苏活也答 玛丽莎哥再会了 两人握握手 浑身锁锁的抖个不停 队长下令 开枪 十二枪齐放 苏活立刻向前倒下死了 身高较高的玛丽莎血倒下来 压在苏活的身上 脸朝上 胸口的血直流出来 队长下令叫士兵到外面 搬些大石块进来 绑在两具尸体身上 抬去河边 那时挂勒宁山上的炮声 还正在轰轰地响 士兵抬着尸体用力一丢 丢到水中 两具尸体打着回旋沉到河底去了 河水被尸体溅起些浪花 不到多时也平静了 只见几缕鲜血翻到水面上来 被围风吹送着拍打到岸边 队长始终面不改色 见是完了笑着说 现在该轮到那些鱼了 说着走进屋去 他提起那一大网鲜鱼 仔细看了一会 高声叫 维亨 一个穿白围裙的士兵 应声走上来 队长把鱼交给他 维亨 趁这些鱼还没有死 赶快拿去替我煎好 滋味一定不坏的 说了 他就去吸他的烟了 把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 我们在这些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 这个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 这些鱼还没喝